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,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,张学良的故事无人不知,但比起张学良的文明,他的后代却显为人知。 张学良一生一生有过两任名媒正举的妻子,原配夫人于凤智,而后是赵四小姐,两任夫人,先后为张学良生养了五个孩子,四子一女。 可惜三个儿子都没熬过高瘦的张学良走在了他的前面,巧合的是,这三个儿子都是正是于凤智所生,三个嫡子惨死,但外事赵一嫡生的儿子却平安长大,这背后难道有什么隐情吗?张家的闹剧背后。 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探索不一样的世界。 两任妻子,1914年11月25日,将门少帅张学良与奉命千金余奉制洗劫连礼,婚姻是父母包办的,当时接受了新思想教育的张学良,对这样的婚姻模式是非常反感的,加上那会年少,他也不想被婚姻束缚,后来欺负张作霖实在没招,只说,婚后你在外是自由的,但是家里原配只能有一个, 而且,余奉制也并不是守旧的女子,她出身不俗,而且也读过书。 甚至在张学良犹豫时,他给对方写了一首诗,意思是,如果你不愿意,大可不必勉强。 张学良看着那秀气的四行字,突然对于奉制的态度有所转变,也就接受了这段无法拒绝的婚事。 那会的张作霖,已经是东北的风云人物,张学良和余奉制大婚当日,可谓风光无限,热闹到不知让多少人羡慕。 只是那会余奉制断然不会想到,婚后的生活虽然物质上是安稳的,但精神却是极其空虚的,甚至经常抓不到张学良的影子,但余奉制毕竟是大家闺秀,自然不会哭闹。 而且身在大帅府,他也不允许自己那么无知和幼稚。 所以,纵然心里颇有不如意,但余奉制依然做到了足够体面,婚后,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。 余奉制将张府料理得井井有条,得到全家敬重。 与此同时,他也尽到了传宗接代的责任,先后生下一女三男,分别是驴鹰、驴巡、驴鱼、驴琪,守着原配的位置,又有四个子女。 按理说,余奉制的人生也算圆满,只可惜,天不遂人怨,所谓的岁月静好,终究还是没有出现。 余奉制最先遇到的就是情感危机。 因为赵四小姐的介入,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相识于一场舞会,之后在张学良的追求下,赵四小姐陷入情网,虽然当她只有十几岁,可却有了跟张学良白头到老的想法。 之后,赵四小姐便以私人秘书的身份一直陪伴着张学良,在东北期间,她为张学良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张吕林。 至此,张学良就有了五个孩子,和所有父亲一样,张学良对于这几个子女,也同样寄予了深厚的期望。 然而五个儿女,最后给她送中的只有张吕英,张吕林两个,还有三个儿子,去哪了呢? 这五个儿女的结局又如何呢? 三个儿子不幸早亡,张学良长子,名叫张吕巡,生于一九一七年,作为大帅府的长房长孙。 张吕巡无疑是备受宠爱的一个,尤其深得爷爷张作霖的喜欢。 张吕巡自有聪明,而且天性贪玩,甚至偶尔动动爷爷的私人物品,张作霖也丝毫不介意,还会宠爱地说,随便玩,随便玩。 当然,在几个孩子中,张吕巡的功课最好,不过他从小便与众不同,经常喜欢对哩花草自言自语,有点敏感谨慎。 一九三三年,张学良去往欧洲考察。 张吕巡则和姐弟也一起跟随父亲来到了欧洲,后来张学良回国,张吕巡则留在了英国牛津大学学习,毕业后到泰晤士报上班。 原本,名牌大学毕业的张吕巡会拥有一个锦修前程,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改写了他的一生。 先是张吕巡得知父亲失去自由,内心胶着,却又毫无办法,深感精神压力重大。 随后德国法西斯对英国又开始轮番轰炸,重重压力下,使得张吕巡的精神出现了严重问题。 之后,他的病情不断加重,甚至需要经常住院治疗。 1954年秋天,他终因为伤口化农,引发败血症逝世,年仅37岁,这位曾经大帅府,最得宠的长孙,就这样克死他乡,一生未婚,没有留下一儿伴侣,实在令人惋惜。 正所谓,一母生九子,九子哥不同,和张吕巡的敏感谨慎不同,张学良的次子张吕巡,性格开朗,还很爱运动,打小就喜欢骑马跑步,打网球,可以说深得父亲真传。 张学良曾经在回忆中提到,吕巡高尔夫球打得真好,我有时候都打不过他,我们在英国期间,他也就十四五岁,就是他陪我打球。 只可惜,这位最像张学良的儿子,也英年早逝,关于张吕巡逝世时间,目前有两种说法,一种是1958年在美国死于车祸,未满四十岁,还有一种是1986年因肺气肿而病逝,到底哪种说法是真的,大概也只有张家人清楚。 除了以上两个儿子外,张学良和于凤志还有一个小儿子,名叫张吕巡,他面貌俊秀,很像张学良,而且颇有才华。 张吕巡擅长学习,六岁就被诗文汇书法,张作霖以及张学良夫妇都很喜爱,不惜重金请名师培养,然而不幸的是。 才华横溢的张吕巡,没成年就患上了肺结核,辗转求医无果,最终于1931年死于日本人办的养德医院,年仅十二岁,但不管真相如何,于凤志为张学良生养的三个优秀儿子,最终都陷于他们夫妇去世,的确让人唏嘘不已。 留下一儿一女,除了死去的三个儿子外,张学良和于凤志还有一个女儿,名叫张吕英,张吕英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,也是最早出生的孩子,深得家人宠爱,少年聪慧的他,从小就能背诵古诗,入学后更是跟齐白石、张大千等绘画大家后面学画。 童年生活过得幸福 虽是少府千金出身,张吕英却丝毫没有富家女子的恶习,做事有主见,跟随父亲到欧洲后长见识后,他便选择了刘洋学习,最终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,精通七国语言。 面对婚姻时,他亦有自己的主张,不嫁豪门,只嫁不一,果断拒绝名门之后,孔祥西为子提亲,与家世一般的陶鹏飞,携手步入婚姻殿堂。 两人婚后,事业一路飞升,安稳定居美国,在母亲患病到逝世期间,一直是张吕英相伴左右,他充分遗传父亲,长寿基因。 102岁时,依旧精神绝朔,再来说说张学良最后的小儿子,就是他和赵四小姐所生的张吕林,1930年,张吕林出生,只不过他出生后没多久就遭遇家庭变故,年少无知的他,对于这些尚且没有什么感觉,但是母亲的离开,却让他哭得撕心裂肺。 原来,当时赵四小姐为了照顾张学良,不得已选择和儿子分别,赵四小姐将儿子托给了美国旧金山朋友代为照顾,离开母亲时,张吕林才10岁。 之后,张吕林便长期在美国生活,接受完全西式教育,从美国加州大学航天专业毕业。 而且因为过早去美国生活,导致张吕林压根不会说汉语,退休前,张吕林一直在美国太空署工作,是成就非凡的航天专家,他与乐系军阀陈启堂侄女陈淑珍结婚并育有二子,至今也有90多岁高龄了。 值得欣慰的是,在花甲之年,张吕林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,选择携带妻子回到故土探亲并参观张家老宅。 除此外,张吕林还亲自去爷爷张作霖的墓地前祭拜,并含泪说道,爷爷,我替您儿子来看您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几个字是张吕林用献学的中文说的。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,这种孤香情和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割不断的,一生拥有五个孩子的张学良,却没怎么享受到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之乐,更多是黑发人送白发人之伤痛,这位在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,也经历了骨肉分离之痛,终究是令人叹息不已啊。 纵览张学良的家庭往事,可以说是波折不断,最令人叹息的是后代的诸多变故,虽然张学良一生拥有五个孩子,但他不仅没享受到儿孙扰膝下的天伦之乐,还承受了一轮金一轮的骨肉分离之苦。 难得存活下来的两个孩子,晚年还被曝出了关系不合的传闻,对此,晚年的张学良感叹道,我的孩子们都没沾我什么好光,净沾坏光,对于张学良的家世,外人不好评判,但身为爱国将领,张学良对祖国的热爱,国人有目共睹的。 2001年,90岁的张学良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,毫不掩饰了对两岸统一的期盼,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,国家当然要统一,历史上我从来是赞成统一的一个人,为此,张学良为两个孙子取名张居信、张居养。 如今,张学良的孙子张居信受聘成为东北大学的教授,继续为祖国的统一发光发热,虽然他们没有在祖国长大,但骨子里留着的依然是炎黄子孙的血液,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,这是一种信仰。 感谢观看